好 接下来看到浊西湘南区浊青股峰两村的部落 目前还是沿用部落的简易自来水 那么这次山陀尔台风的强降雨 也延伸部落减水供水问题 那么县议员金鼠敏有借于此 在积极争取浊青村自来水盐管的计划 也向县政府争取了280多万元的协助改善股峰 以及石平秀卵三大部落的简水设施 以及巡水道路来优化部落的简水设施 从0918强震到今年山陀尔台风强降雨的冲击 佐西湘古风雨桌青春多数饮用简易自来水的部落 供水品质断水或围管不宜的问题又再度浮上台面 在地先银元金鼠敏高度重视 积极推动争取自来水盐管计划 借此提供浊青村一个安全稳定的民生用水 浊青村这个地方都要一定有挹注了一亿多的一个经费 要做一个自来水盐管 那这个三个部落呢 目前为止都已经准备完善了 所有的资料都一定给我们乡政公所 给我们县政府 目前我们立山有26户 这个地方呢也需要我们的那个自来水盐管 现在我们一定在筹策中 我希望我们走向整个全部普遍用我们省自来水的水盐 在积极协调争取昨青春自来水盐管工程计划之余 对于古丰村轮天持平秀卵等部落减水设施设置多年 管线老旧等问题 先议员金鼠敏也向先政府争取近300万元左右的经费 协助改善部落减水管线设施以及巡水道路 让围管工作更加安全便捷 佐西村还有我们轮天古丰 还有秀兰部落石平部落 这个古丰村这个地方呢 也大部分都是用减益自来水 那今年度呢 我在跟县长跟县政府拿了200多万的经费 在做轮天的减益自来水的改善工程 目前呢已经发包装了 也在动工中了 目前除了协助优化设施之外 在地方各界的争取 现阶段包括玉里河东地区 以及佐西乡佐清村在内 政府规划总经费4.2亿元 推动自来水盐管工程 希望敢在年底之前取得各部落同一一项书 若没有问题 也渴望在明年成型 记者石玉兰 佐西采访报道